为了对抗来势汹汹的Omicron疫情 我国正全力推进增强剂接种工作 国内昨天有10万7848人接种了增强剂 累计接种剂量达780万剂 占成人人口33.4% 截至昨天有2564万人完成接种 占总人口78.5% 目前97.7%成年人口已完成接种 青少年人口则是87.9% 与此同时我国昨天通报 23中新冠死亡病例将累计死亡人数 推高到31678人 国内基本传染数昨天继续攀高到0.98 有6个州属和联邦指向区达到1.0水平或以上 其中纳民已1.19区全国之冠 另外卫生总监丹西里诺西山发推文 引述日本媒体日新亚洲所发布的新冠复苏指数 我国在全球122个国家或地区中 获得了66.5分排名第13 在东南亚地区中则位居第一 日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复苏指数越高 意味着它能够接近更低的确诊病例 更高的疫苗接种率以及越宽松的摄取措施